正眼看盘 市场有两方面压力 股指将延续弱势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2月20日 A股延续了跌势 绝大多数个股下跌 盘后有分析称 宁德时代杀跌 也许与打击甲外资相关 已收盘价季 原始股中1000可挣8万多元 我觉得 合卖股份既然已经募到巨额资金 那么其估值势必会同步抬升 虽然不一定是同比例抬升 就多数情况来看 A股中的多数公司的净资产倍率 会有个定数 而发行价高低会影响到这个PB 接下来 市场焦点自然会转向本周三上网发行的 关键点当然是最终发行价及发行股数 基本面上 周一最受关注的事件是1月一定的LPR利率 该利率分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这次是五年期以上 维持4.65%不变 但一年期的20个月以来 终于降了5个基点至3.80% 受此刺激 地产股周一上涨 涨停了也不少 但权重的大型地产股涨幅温和 虽然只是一年期LPR利率下降 但利率市场是相通的 短期利率早晚也会慢慢蔓延至长期利率 因国内外疫情反复及一些 其他与医药行业相关的消息 周一中药 新冠检测概念股表现相对不错 与此同时 一些旅游 酒店类各股纷纷承压 投资者短期内或许可能偏谨慎 等大盘自然而然扛过这段时期再说 若投资者目光放远 一般可以相对积极地看待股市 比如可以将股市眼前的下跌 视为叙事过程